另外一个我相信很多香港人移居去伦敦 教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也知道什么叫好校区 例如outstanding 但是在信息搜查方面 香港人可能不太知道 要靠他们听你的讲座 其实你也有些方法可以让人知道哪个校区 很多很透明的数据分析 好了 大家其实不知道在哪里起步 起码你知道哪个城市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 那你进去的时候你可以去查一下 譬如我先当伦敦这样 那你去搜查 那其实这里就会跑了很多学校出来的 中学、小学 那我们先弄回中学 那就是政府学校还是私校 那就可以上升了 好不好了 譬如很差的那些都出来了 到处都有了 那你就会看到哪个位置会好些 那你如果是自住屋的 你有某个区的 那你就当然是 尽量买回近这家学校了 它有个叫做catchman的东西 emission criteria 是的 那去哪个圈圈呢 那我这里也录了一条片给大家看 有其他网站去辅助 你真的zoom进去 你是应该东南西北 在这个学校哪个位买呢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那里 有另外一条片 那我把那条连续给导演 可以用 所以可以用这个网站 嗯 好 那麒麒姐 这个就是说 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搜索到 那还有你刚才说了 投资就不一定要投资名校区 有些人就不是 名校区我当然投资了 投资了之后呢 它升值比较高 这个你怎么看呢 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就不会买那些名校区的 因为那些呢 通常都没有价格啊 还有就是你入场那时候都贵的嘛 那你入场贵的 可能30万磅 40万磅 在manchester 你买到那些名校区 那但是那里的租金回报 就一般的了 那相反你拆散你40万磅 去买三间 不是名校区 但是都叫做好区 的15万磅的屋 那那里收到的租 加上是会多 那一间名校区的学校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 除非你的儿子是为了搬到那里住 让你的儿子在最快的那里住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不要想了 因为已经贵了了 是啊是啊 除非你自己有机会 有小朋友同志住 你就买到那里了 你是不是都要住一间 当然住得好些了 嗯 那另外呢 就是买楼呢 香港人呢都很聪明 10%很聪明买楼的 香港人呢 用共干买楼呢 你想想借到九成 那都敢的 那在英国买楼呢 如果我 假设了 两个假设了 第一 将来的楼价 仍然会上升这个轨道的 第二 收租回来的钱呢 就是那个回报率呢 是高过我去供的 那就是可以 将这个公干 就是放假一些 但是 那怎么借钱呢 借钱难不难呢 如果你想知道超级详 英国楼以下的东西呢 你可以在下面报名 那里有一条link去听的 是的 简单回答大家 就是英国是借到钱的 OK 好有趣 香港人可以在英国借钱 英国 是的 香港人不用飞英国 是可以借到英国的钱 不是借回香港的钱 借回香港的钱 就没意思了 因为你会借尽的 但是英国很有趣呢 有几个点 就是按揭上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是第一 你可以是作为香港人 作为外国人 有外国的收入 就可以借英国银行的钱 那这个第一了 第二就是 那几钱收入 那几万两三万元港币 起步 你当两万元港币 如果两万元港币都没有 你就没办法了 你怎么都要找份工 是的 有的 第二个点就是 你借到多少了 有没有压力测试 那些很多人就 只有两万元 借到多少呢 就不关你的份粮事 香港就关你的份粮事 那里就是 其实你买那间屋 它的收租能力是多少 所以如果那间屋 是收租能力高的话 它就借给你的了 借完这间 借完那间 那间 总之那间屋是有租收 而租金回报是高的 就可以了 这个现象 香港人是完全不明白的 第一 你供第一层楼 借钱第一层楼 你要看你的流息 是吧 因为香港人第一 年纪很重要 如果你年纪和收入 年纪大些 他根本就不借给你 当你很快死 但是如果在英国 你借第一笔钱 第二 拿来买第二间屋的时候 他就不再看你的收入了 他就看你那间屋的租金有多少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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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理想 所以有个情况 大家如果听得明白 听不明白 就没办法 那个情况就是 香港你有多少钱都好 你都会借尽的 你都会借尽了 而从而你就算一路有首期都好 你买不到很多楼的 当底买都好 买不到 但那边又不是的 你有首期 那间屋又是收到租的 那他就借给你的了 那就是基本上你可以一路借钱的 在那边 好了 那我想问你 你一路借钱 始终我们也要提供一个叫风险的评估 那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要怎样可以用一个风险的意识 不要借 什么叫做借多了 对 有没有风险 对 风险就是第一楼价跌 就是第一楼价跌 楼价跌之前还有个风险 就是没有人租 你有人借 你借了 但是没人租 但是这个已经第一个问题 我们大前提 就是肯定有人租 这个已经不需要谈量 除非你交易了 因为英国是供不应求的 供不应求的 就算你买一些偏远一点的 都有人租 所以肯定有人租 供不供得起 另外一件事 伦敦未必供得起 可能你的按揭要还3000磅 那之后你收租金可能是3200磅 是刚刚供得起 那你很危险 万一那个减租 所以伦敦就很难去不断卖楼 你希望租金够够 够够的 但是你没得待的 但是在曼徹斯特那些 就是可能你供楼是供400 但是你收租就收800 基本上是一个double的 那我减了之后 也还有400 那我当你减租 700减400 再减租600减400 你还是正数不用自己 那你就不介意借了 是个租客还的 是吗 那我想如果观众听了这些 你自己一定要衡量自己的风险 始终呢 刚才说了 就是出租不了 或者是一个大方向 改变这个世界 有很多白天鹅的 或者黑天鹅的 黑白天鹅一出来的时候 就麻烦了 那我觉得就很安全 虽然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香港人就知道 原来我们可以 就是个杠杆比香港大很多 但是我想你自己一定要 看着自己的风险 是不是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还有最重要的是 楼市的周期 你要看到 你要懂得看 现在就相等于 香港的2011年左右 是的 那还是上升位 还有还未是贵的 但是如果楼价贵 他就算肯借给你 你借完 你怕楼价会下跌的嘛 那你就不要借 你就不要买了 不是不要借 那一刻楼价就不 就是那个周期 就在楼市的周期中间的 英国 那这个长话 我们再谈吧 好了 那说完这个叫做投资 那就算是挺好景 它都有一个某个程度的风险 我们要小心 那另一个风险呢 就是中伏了 中伏了 中伏了 那有些什么伏呢 有买了之后起不好 有买了之后就走顶了 那我也知道 有些亲戚直接买一层楼 那他有两年的租金回报 然后现在突然间 没有人帮他出租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出租的人 又不知道走到哪里 那或者有些买了一些楼 会不会有那些什么棉 叫做石棉 会不会 至于此类 有些中伏位 你和我们讲讲分解一下 好啊好啊 香港就很害怕 这个中伏位就是 我买了原来买了一块 给了订了 正价买了一间屋 但是原来那个是空窄来的 其实是值七折而已 这样 借不住 香港就有了 香港就很害怕的 你第一间买楼 你就查是否空窄 或者铜层 或者附近 但是那边很多人 就以为有空窄 但是那边就没有空窄的 相反的 那就没有这件事 反而空窄就没有所谓 但是其他东西就有所谓了 很多其他的 你觉得没什么所谓的东西 会令到那间屋呢 是变了所谓的空窄 就是那个空窄的意思是 借不到钱 借不到钱 是的 反而呢 例如某些屋子 是很近河的 那你又看到河境 和旁边不是河境 又是同一样赤架 那可能你又说是河境 但是这些不好的 因为屋子始终是在地上 有机会 不要今天不要明天 可能十年才一会 就是河水泛滥那些 会有机会冲到你的屋子 所以有时有些银行 就看你的屋子 就是看完之后 有危险就不借了 这些啦 这个举例 譬如你的屋子的物料 譬如屋子 有些还在用一些 以前伦敦大伙那些 不合规格的外场物料 那整栋就借不了了 那他会 那会跟他说 那便宜十多万磅 你cash buy 我们就做不到按揭的了 做不到按揭 你会说没所谓 我有钱cash buy 但问题不是你有钱没钱 那问题是 下一手买你的屋子 那个人 未必有钱 那他不借得按揭 他便不买了 即是是否有一条条例 他不通过这条条例 意思就是 他未有时间 插了那些药物 然后就没有 那条条例 那条条例 我都不知道 是的 我都不知道 因为屋子 我就少碰到的 屋子就少些 这些情况 当然屋子 你这么有经验 为什么你少碰到的 意思就是 你隐隐言 就是说屋子 不要买了 你给我刚才 我就买一些 篇屋架 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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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比较好些呢 我分享一件事 我就不会买那些叫做很高楼大厦的 那些屋子 那些屋子 就是漂亮 有梅所 那些屋子 好了 看看画面 好像这棵 那其实 你开个一家 一家好像很大的房屋 那这个就是 那我就刚刚买这一间 那你看到 不是一些很fancy的屋 我还用个外墙 但里面 已经整理了 有九个单位 那么这个九个单位 是一个 六个两房 三个一房的单位 那这些就是一些flat 你当它好像一位香港的堂楼 里面有九个单位 那这些其实就不是House 是Flag 那我现在就target这些 一旧一旧的东西 那就不在伦敦了 那你就说这些有什么好 其实这些很便宜 大家估计几千这些 这个是68万 你说是黏在一起还是左上右上 这两个整个东西 整个东西 是啊 整个东西 里面有九个单位 连同这个停车裙子 我一袋 所以这个 你帮我计算吗 那你帮我计算在这里投资 接着这个互补多少 这个我当全cash买先 我不会的 有钱也不会全cash买的 就是银马高一定借按揭的 但我当全cash买呢 里面有九个单位 收租呢 就六万两 六万二磅 一年 一年 那你当 六万 六万磅 除了68万 那这里就收租成100 收租就是8厘8 是 偏高的 不是黑马眼都找到的 但黑马眼有六七 怎么都找到的 那你说 收不收到那么多 其实六万 除了12000 就是每月收租5000 但是在九个单位收的 不是一个单位 除了九 那其实每个单位收 五千多磅 五百多磅 五千多港币 那其实这些屋都是要这样的 只不过这个是综合了一块 东西 那好了 所以那个好处综合了 而最后 我当然不会拿 六十八万去买 我拿六百零零零零零的三成首期而已 我放下二十万 加上勇 利欣 所有东西 我大概 宅住可能 二十五万磅 嗯 那我宅住二十五万磅 就控制一间六十八万磅的屋 那我的利息 那你就算一下六十八万 成 我做到七成 现在多少钱呢 对了 这里呢 我做四厘半的 四厘半 你说四厘半好高啊 那你就算一下 底不底 成四厘半 就是一年我要给这个利息 除了十二 我每个月要给一七八五 利息 只利息而已 没有公留的 那刚才我不是每个月是收五千的吗 那我减了五千 就是我每个月都再代三千 是 我还代三千 但是我的付出 那我三千 乘回十二 就是我每年代的 那我就宅住 宅住我二十五万磅 那就是我其实 乘回一百 我就由八厘 就 就弹到十五厘 嗯 我这个回报 租金上的回报 所以其实做完那个按揭 是抵了的 整件事 他英国买房呢 他有个特点 就是他不用还本的 只是还息的 是的 没错了 你买一个也是 你买一栋的也是 那就是 套住资金那个 怎么说 那个数字就会小一点 是的 那我 我就是 我只是给了首期 那 那个首期二十五万磅 就是二百五万港币 那么很多人 香港 就是李奥特 买了房子 都打算 预了一两百万的 那其实就可以买一栋 通过按揭 我想这个就是 Ellen权 你是专业的投资者 那 你香港人如果 怎么说呢 他不是那么专业的 他什么渠道下面 可以令到自己 相对专业一点 就是 其实你问多一点 看多一点 你先看我的YouTube影片吧 YouTube影片已经讲了很多东西了 我把你导演来 听到头尺的 香港人有时候是这样 香港就什么都方便 律师啊 你几乎都不用去 不用去律师楼 搞定所有东西 签两个字就搞定了 但是英国始终就乱了 有些人英文也不是那么好 那你有什么意见呢 在这方面 如果 你语言又不是那么通的 那些东西又不是那么熟 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 其实语言都不是太有问题 英文而已 你不懂隔壁 你的朋友一定会懂的了 那律师也有香港人的律师 就是香港人移民了过去 讲广东话的律师 那A群也有讲广东话的 装修也有讲广东话的 基本上 纯粹这些文件是英文而已 不过上次呢 你介绍了我有个律师呢 年轻人讲广东话的 小时候去了 那个我就很印象 就是他真是 很少年轻人那么肯 每个问题 就是抓住你用个 就是在这个视像里面 抓住你每张线 真的在那儿看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我说你年轻人 你没有拍拖 你这么多时间 逐个逐个来 他不用书 他直接逐个逐个来 这个就很印象 我这个经验就是 你可以用回香港的经验 都是用广东话沟通 那我想广东话的好处 就是你出错机会少一点 是不是 是啊 你明白这件事是怎样的 你不用顾顾一下 你可以问到读 就是英文有时候不好意思问 或者问不证明 到时又错了 他又不知道原来 100亿元是一亿的 就是计算计算一下 英文数字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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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所以都是可以用中文的 所以 OK了 是的 林迪 谢谢你 今天假设了很多 我的朋友 集中在这里的问题 有时候可能很多地方 都听到不同的意见 今次你集中一些问题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给一些链子 我就可以分享出 你做了一些网上的教材 让人知道很多不同的选择 好的 我發了一些關於剛才你問的問題 我發給你 不過最後我也要提提各位朋友 投資一定要有一定的知識 還有不要沒有太大的風險 一定要很穩定地累積你自己的資本 謝謝阿隆Sir OK 別客氣 謝謝導演 拜拜 你想知道關於二手物業的事情 這幾分鐘都說不完 所以八個小時我會說以下這些 第一 物業便宜還是貴 所以我們要很懂得分析的 除了剛才用bill cost分析 還有其他的分析方法 那我會幫大家去地球上哪個國家是最底 和最穩定的 就不要相信我 我會列出來 從而你都會計你就會知道 然後重要 買哪個區最底 這裡當然是說英國 哪個區最底 是說將來的升值 還有現有的收租 當然將來的收租 是不是倫敦、曼徹、利物浦 還是可能去到利益 哪款最底 有孖屋牌、獨立屋 按揭 關鍵就是英國 你沒有英國收入 都可以借到那邊的按揭 哪間銀行是最低利息 他們的按揭遊戲 怎樣玩 這些 這個也是關鍵的 當地人第一次買樓 就可以做到九成半按揭 外國人正正常常 最盡就是七成半按揭 但是怎樣用一些 叫做些少的財技 都可以做到十成按揭 借軌都可以 買樓的程序 最關鍵就是下訂 那邊可以不用下訂 去買樓的 所以有好又不好 最好 香港你試試買第二層樓 你已經是堅抽貴的利益稅 那邊就算你買第二層樓 的利益稅 我當你不省 都比香港便宜很多 在便宜的情況下 怎麼可以再省稅 但如果你是BNO過去 你買那層樓 就不是十幾萬磅 你買得起碼 最便宜 你都會買40萬磅的樓 你買這些樓 就一定要知道 你怎樣買入那一刻 可以省得 因為這裡是說你 可能是 你買一層樓的樓 你都在給5-6萬磅的稅 起碼 而且你給那裡便宜一半 是在說 省2-30萬港幣 還有就是 如果你這麼幸運 還是不幸運 你落了訂 買一層新樓的樓 樓花 你更需要知道 因為樓花多數都貴 而且樓花 多數都可以有一個方法 可以省稅 比較方便容易 賣給你那個發展商 他都不懂 我懂 好了 還有什麼其他的策略 可以玩 例如做劏房 疫情之後 做不做得回Airbnb 疫情前Airbnb是很好做的 HA 就是租給政府 包租那些 還有樓花都 不幸地你買了 有什麼方法可以叫做 最抵方法去玩呢 雖然都是不抵 但是叫做不抵裡面 最抵 班底 有兩組班底 紅色這些 我覺得是你必經的人 經紀你都差不多必經 律師 創收、出租 這些是你必需要的 怎樣去玩 怎樣去做 有沒有人幫你 我們有沒有介紹 這些就是一些 你未必需要的 驗樓你可能真的未必需要 但當然建議 即使 他幫你加建 改建 做劏房 會計 這些你真的可以自己做 如果你懂的話 Tax plan 怎樣幫你省稅 這些不是密的物業團體班底 但是是給你advance 少少的 怎樣去玩 好嗎 最後就是逼實地考察 雖然現在 我們暫時疫情 就暫停了考察 但未來開班的時候 我們的考察是怎樣玩呢 你想知道 可以去離我們這個 8小時的物業濃縮 講完以下這些更多的 喜歡呢 可以按下面的連結 去報名